男嘉宾小廖 24岁来自贵州学生 女嘉宾小谢 23岁来自贵州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个怎么认识的 我俩之前就在网上认识了 然后后来回家的时候 有一次出去玩 他发现我也正好在那儿喝酒 他就来找我玩 不是 你们在哪儿喝酒啊 在老家 酒吧 你在酒吧喝酒 他去了酒吧 酒吧偶遇 对 然后就好了 没有 然后他就等我们回来天津以后 就追我嘛 老乡在天津读书 是这个意思吧 对 那我明白了 小片里面有很重要的信息 要到披行员了 对 好啊 去啊 但是他现在不放心我嘛 他说咱们异地 他说我现在就 总和女孩关系挺好 他不放心我 你喜欢飞吗 对 这是我从小的梦想 那就飞呗 但是就因为这个时候 现在天天和他吵架 干嘛呀 他又是去当飞行员了 然后我要考研 然后我考研究生以后 我俩肯定就异地了 我觉得异地以后他肯定不行 就是现在 嗯 我们俩天天他在一块 他都好多这么花花肠子 那等到异了地以后 我还怎么好好学习 就天天想着他和这个女孩聊天 和那个女孩出去玩 哦 不是他现在怎么个花花肠子呢 小片里面好像我记得听到一耳朵说 在我眼皮子底下都是你说的吧 对 他在眼皮子底下都干了哪些事 就一开始反正我俩在一块的时候 就觉得都挺好的嘛 他对我也很体贴 结果后来再一块几个月以后 发现他对所有女孩都这样 给人拿快递 送人回家请人吃饭 然后在八月到份时候 我俩在家的时候 他还和女孩出去喝酒 喝到半夜 那天我还在生他的气 生他的气 他大概下午七八点 去和那俩女孩三人出去喝酒 喝到差不多凌晨一点 他想起来我生气了 然后过来我家楼下说 你下来呗 那我那么生气 我不可能说我就下去 我就说我不下去 您知道吗 他走了 他走了 而且您知道他走去干嘛吗 跟女孩接着喝酒 没有 他去送人女孩回家去了 那不是差不多一个意思吗 这都散了 还专门跑回去送人回家 这些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姑娘 看到手机 真的 是 你没干什么烂七八糟的事是吧 那我就不知道了 没有了 假期的时候 我们是以前高中的同学 假期约了出来快喝 而且之前也有男生 只不过提前回家了而已 然后最后就生活了 我们三个 就因为这个理由 你就不让他去飞吗 不是 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还有呢 他一群人可好了 好多好多前女友 和人家那个关系还都特别好 怎么个特别好 其实分了以后 也没怎么说过话 但是微信怎么还在 真的没说过话 没联系吗 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是吧 好多好多的事是吧 好多好多的事是吧